南丫島漏油,政府隱瞞不開口 這一幕大家還記不記得呢? 正當南丫島石排灣的石垃圾和海底 還有鑑尾收拾之際,上星期那彎竟然 逐漸變黑油凸,立即變黑殺液凸 石全部用染髮劑的款式 上星期四生態教育資源中心 收到南丫島居民通知,懷疑石排灣受油污污染 中心昨天去實地視察便看到這樣的情況 不過政府過去三天一直沒有公佈,有隱瞞之嫌 有南丫島居民說,上星期五 石環處職員已經在岸邊清理 剷走受污染的沙和帶走油桶 相信是石排灣對開海面 有塞著原油的油桶跌落海才弄成這樣 海事處昨晚證實,上星期五接島報告 說南丫島東奧灣附近海面有油污 在現場岸邊發現大約100米50米的油污 即時找人清理,甚至清理沿東奧灣 受到500代受污染的沙 海事處沒有交代,是否正在調查污染源頭 和無回應為何一直隱瞞和控告事件 生態教育資源中心說,原油油渣有毒 清潔都不戴口罩便做事,隨時會中毒 而且膠粒有吸油能力,如果魚吃了吸油的膠粒 一樣會中毒,會排除會污染食物鏈 他們更加擔心,沉穩大潮漿 和烏會污染旁邊的深灣 破壞陸海龜的產卵地,隨時變成另一場生態大災難 讓 rusteler聽起來 偏忠摸 3 Watom Gracias 3 4 4 episode